猴豆呢 我们就是说它是一种人兽共患病 它是由猴豆病毒感染引起的 主要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和淋巴结肿大 那么这个皮疹呢 最常见的是颜面部位 然后就是出现在躯干 四肢甚至肛门生殖器周围 经过两到四周 这些泡疹逐渐脱落结痂 还可能会留下疤痕和色素沉着 在颜面部留下的这些疤痕和色素沉着 有可能会持续几周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的时间 对这个外观可能会有所影响 那么这个病毒传染给人呢 主要是密切的接触传播啊 包括说这些动物和人之间 它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粘膜 而进入身体感染的 那如果是和动物密切接触 接触了动物的这些体液 血液 一些伤口的渗出液 或者它病变部位的渗出液 在接触我们的伤口 或者粘膜的时候 就有可能被感染 还有呢 就是动物的抓伤咬伤 也有可能感染 那在人和人之间呢 主要是皮肤的这种密切接触感染 那呼吸道呢 理论上也可以感染 但是呢 传染性比较弱 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才有可能呼吸道感染 也有报道 可能会通过性行为传播 还有母婴传播 但是相对少见一些 在自然界里边 像非洲呢 它一些野生的 这些涅齿类的动物 比如说松鼠 老鼠 还有袋鼠 都发现有携带 猴斗病毒的这种情况 那么在偶然的情况下 人可能会接触这些动物被传染 那也可能会把这些动物 作为宠物去饲养 以前在比如说美国 确实发现过 因为来自这个非洲的这些动物啊 它又传染了 家养的这些宠物 那么导致人又感染的这种情况 目前在其他国家发现的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饲养这些宠物的人呢 一定要选用这个来源可靠的 咱们有正规的途径的 经过检验检疫的 它是有潜伏期的 这个潜伏期呢 一般的是一到两周的时间 短的可能五天 长的可能是三周的时间 一般的最长是不超过三周的 一般潜伏期没有症状 它也没有传染性 但出症状以后啊 也会有传染性 平时我们呢 要和这个一些入境的 或者是来自这些有猴豆病例的地区的 要注意做好这个一些筛查工作啊 当它有发烧有皮疹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猴豆的可能啊 待没有排除之前 尽量减少接触 因为猴豆主要的 还是通过我们的皮肤的伤口 或者粘膜接触才会感染 所以呢 我们如果有皮肤伤口 我们可以提前呢 就是做一些防护 比如说我们用创可爹 或者用无菌纱布覆盖 避免它接触来源不明的这些液体 平时的手卫生啊 不要在没有洗手 没有做手消毒之前 去摸我们自己的像眼睛 口鼻这样的粘膜部位 以前接种过天花疫苗呢 它对猴豆有一定的交叉保护作用 那么现在呢 国外也有专门的 就是预防猴豆和天花的这个疫苗